應考首屆中學文憑士7萬多名考生 在星期五放榜就會知道虎讀多年的成果 應計考生不拍完就說 越近放榜心情就越緊張 考過會考的他就覺得 文憑士放榜的壓力比會考大 我覺得DSE這一屆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好像剛才所說 會考時那條出路升不到中六的就很清晰 要是重讀要是副學士才修理課程 但現在有文憑、副學士、藝術 好像很複雜 根本不知道哪一條路會更加適合自己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自九月起 收到應計中學文憑士考身求助的個案不斷上升 到星期一為止已經超過410宗 學友社提醒 考生要留意在放榜前考評局公佈的整體成績 然後再對照自己的成績 評估升讀大學的機會 假設如果是2萬個的時候 他都可以預計到 即是說可能有幾千位的同學 考生達到大學入學要求 但未必得到一個行額 因為那個行額我們知道只有15,000個 學友社在放榜前後設有38條電話放榜輔導熱線 電話號碼是2503-3399 又印製出路指南供考生參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陳詠山報導